战国时期,秦昭湘王一心要使赵国屈服,接连入侵赵国边境,并侵占了赵国部分领土 秦昭湘王假意送给赵国十五座城池,以索取赵国收藏的一块无价之宝,和氏璧 栗向如带着和氏璧来到秦国,他临危不惧,斥责秦王,使得完毕归赵 栗向如回到赵国,赵惠文王认为他完成了使命,就提拔他为上大夫 后来,栗向如又随赵王到免池赴宴 他凭着自己的机智勇敢,使赵王在免池之会上免受秦王的侮辱 栗向如两次出使,保全赵国不受屈辱,立了大功 赵惠文王十分信任栗向如,拜他为上卿,地位在大将连坡之上 连坡很不服气,认为自己的功劳比栗向如大,职位反而比他低 于是,几次借机侮辱栗向如 栗向如以国家利益为重 为了保全赵国内部团结,每次都忍让回避 后来,有人把这件事传给连坡听 连坡感到十分惭愧 于是,他就赤裸着上身,背着精条 跑到栗向如家里去请罪 栗向如没有怪罪连坡,两个人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从此以后,他们就成了知心朋友 二人因此结下了生死之交 连坡这种知错就改的精神,也成为后人的美谈 这种知识的精神,也成为这种知识的精神